近日 选举监督民间组织 加州选举诚信项目EIPCA 提出一项报告 指出加州将约42万张邮寄选票 寄送给已经搬离加州或死亡的选民 此外 还有约2万名选民 收到了2至4张邮寄选票 对此EIPCA于17日将调查结果 交给加州州务卿帕迪拉 质疑全面邮寄选票的有效性 EIPCA指出 由于加州不具有签字验证的措施 来确保选票的合法性 加上今年全面邮寄选票 带来的计票负担 如果被迫加速计票 将更有可能计入不合格的选票 有更多的力量 证据 yani 根据EIPCA调查发现的 可疑邮寄选票案例 在洛杉矶线有两名已去世的选民收到选票 另有一人在2016年被重复注册 于今年收到两张邮寄选票 早在今年5月 EIPCA就根据加州的官方选民登记文件分析出 若施行全面邮寄选票 可能会产生45.8万张不合格选票 对此EIPCA已经告知州务卿帕迪拉 指出选举诚信可能受到不合格选票灌水影响 但该组织表示 帕迪拉已多次拒绝相关研究 此外州务卿帕迪拉还表示 加州选民若在选举日前去世 选票将保持有效 新唐人记者王滋溢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兜 输得还表示 cer смотрите这 walls 感谢观看